好那最后有人问说 那中央管理怎么这个实作 那本来势力就要跟大家讲这个议题 就是实作的部分 刚好看到了这个Roger老师上来了 所以只好抓他来分享了 那很多人问说 这个敏捷的实作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时间交给这个Roger老师 来跟我们讲一下 有关怎么样用敏捷来实作 那其实常用的这个客服 也是用了敏捷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就请Roger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是逛的实作 好热烈掌声欢迎Roger老师 好Roger老师就把时间交给您了 好大家晚安 我是Roger老师 有听到我声音 有 好那首先我要谢谢忠诚 把ESG跟敏捷诠释的这么好 那很多人以为说 这个ESG跟敏捷没有关系 其实ESG底下 它大概有成千上万的专案 你只要能够用专案管理做的 其实你都可以用敏捷来做 那特别是那另外嘉然教练的话 他也才刚刚拿到CSN 很想要可以把CSN把它剖析 这么有深度 那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他说的很对 因为在PMP学的部分 虽然有一半你是在考敏捷 但是如果你没有受过正好敏捷的训练的话 你就会变成他后面讲的这些 我们在创造自己的错误的敏捷 所以在周遭很多这样的错误的声音 那你要怎么样去纠正自己错误的观念 这是你来学习CSN 那我这句话并不是因为 我是台湾所谓国际敏捷大使才说的 而是我老师拿到这个资格 各位可以看到说 我的右边是我的这个国际敏捷大使的证照 然后右边的话 左边的话是那个国际光大使的标签 那这对我而言是一个使命 所以我在拿到这个证照之后 我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帮165家公司的总经理跟副总经理 他们培育成为CSN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人数还不断的在增加 如果说我目前是培育到200位 我的置业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也鼓励非常鼓励大家来 那在开始今天的始作之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客服的人现在还在 很努力的加班 好 那有看到我的这个长专的客服吗 有人在线上可以回应一下声音吗 它是一个LINE的画面 有 有 有看到 有 OK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9.35了 那理论上 公司已经没有什么客服人员 但是我们问他说 我想要考PMP 然后可是我在大学工作三年 这样可以考吗 你可以去问他任何问题 然后这个画面 这个账号 它是长宏的官方的LINE的账号 所以各位就在你的LINE里面的主页 去搜寻长宏专案 这四个字你就可以找到 好 那我们客服回了 他说 谢谢你的问题 他说你工作中 只要涉及专案管理的经验 并且具备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就能符合资格 常会协助你的专案履历的撰显 那你可以再深入问 那考PMP 在考什么内容 所以这客服人他还是很努力 有在工作 OK 好 他告诉你说他考三大领域 各占比例多少 然后情境题 然后去选择相对的最佳解 那你再继续问 然后我最高纪录 我是曾经让72个人 同时去问这个常用客服 那他没想到居然是一个人 他回答72个人问题 全部都是在相同速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回答部分 你几乎看不出 他是一个AI机器人在回答 那其实他不是真人 他是个AI机器人 好 所以在今天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把这个时间推广到 推 推厂到一年前 比如说一年前就是AI出来的那个时机点 GPD出来爆红 那我就有这个idea说 我要花100万来开发这个AI客服 因为我们的客服人员的话 他的产品太多 多到一说 他常常弄混淆 那有时候的话 新人他会答错 那如果我可以开发出这样的城市的话 就算哪怕拿100万出来我都愿意 那就我那时候有这个概念 到后来我去把这个产品开发出来的话 我们大概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开发出来 那两个月时间的话 这里面有几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的话就是 你今天在开发这个新的技术 那时候只有二月份嘛 所以什么是AI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然后那时候我们找到我们的开发商 他是群创光电的一个智能管理 智能管理处 那时候处长跟我说 Roger老师 我们现在打算要开发这个AI城市 你可以帮他写需求规格书吗 那我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AI可以帮我们做什么 他说我也不太了解 那既然你不太了解 那我写需求规格书 你怎么做得出来 他说对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你怎么写需求 那时候我们就写不出来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本来期望说 他可以向真人客服这样去回答我们 然后我们去做测试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主任叫唐领 那就跟我说 Roger 你现在期望的客服人员可以这样 好像真人去回答客户的问题的话 理论上是可行的 可是你的期望值假设是8分的话 我们实际测出来大概只有0.5分 根本不可能达成 因为他不懂 他就直接去网络上乱抓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 是你如何在很短周期把它开发出来 特别是你完全不了解这个产品 所以本来我们预计这个产品要开发半年时间 结果我们在两个礼拜就开发出MVP 然后八个礼拜就两个月时间 就把产品把它开发完毕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 那我再分享我的前报 好 所以在这个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敏捷不是像你讲想象的那么难 这样你做的事情的话符合这三个重点的话 就是敏捷 第一个就是他今天是以人本为导向 我们授权这个团队去把这样的创意把它实现出来 它是teamwork 1加1大于2的概念 我们专案管理的话叫Synergy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它在短周期产生一个快速的增量 所以增量的话就是一个小版本 小版本 所以你现在看到我们假设用传统的状案管理去做AI客服的话 我们可能要花半年的时间才做出第一个版本 但是没有 我们用敏捷去做 所以我们两个礼拜我们做出第一个版本 就是它的一个初步的测试的产品 我们叫MVP 然后第三个 它是以客户价值为成功为导向 我们再做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不会把它放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是直接上线 直接给常文客服 直接让我们扣来去使用 然后大概我们统计下来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 那百分之八十的话 大概常文客服都可以去cover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本来的预算是一百万 然后接下来整个开发完毕的话 我们只花了七十万 只花了三十万 节省了七十万 所以非常的节省费用 非常节省费用 那是因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开发手法 好 那你要跟我说 老师 你现在跟我讲的是IT开发 我现在目前连写程式都不会 那我怎么样用敏捷用在我的产业里面 其实这是原理 假设你现在懂这个原理的话 你会发现说敏捷可以用在各式各行各业 所以就算你现在不是软体产业 更何况老师根本不是软体产业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气管博士嘛 所以我不会写程式 所以老师主要推的那些CEO 现在165个CEO 里面90%以上都不是软体产业 那你想想看 CEO的背景很少是资讯长出身了嘛 大部分都是财务长 或者是企业管理 这些人才叫CEO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假设你是非资讯产业的话 你更是要来学习 那我先举一个 我最近看一本书 很喜欢的那本书 叫做Uniqlo跟Sara的热销学 那其中Sara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这个流行服装店 它的一个敏捷的手法 就是用中间这一块 短周期产生增量 它假设这是一个小改版 它可以再从它有概念 然后到产品做出来 一个新的服装 然后到全世界各所有的服装店 总共2500个巨店 只要15天就可以做到 那假设是一个全新的服装 则需要30天到45天 这是另外一家Uniqlo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Sara它排到全世界 这个第一名 它只要不管你是服装潮流 怎么变啊怎么变化 它都可以顺便应其自然 那在Uniqlo的部分 它的做法都会比较传统中央管理 就是它是采大量生产工厂制作 它做出来的东西很有质感 所以它是属于说 算是日本第一大 但是它应该跟Sara比较强 就小很多 应该算是全世界第五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一个走的是敏捷的模式 那一个走的是传统的专门模式 可是两者的差异却差这么多 好 所以这是在非IT的应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开发这个历程的时候 我们的团队组成 怎么样开发的 那首先呢 我们要有很清楚的愿景 那我愿景的话就是 老师要去以身作则 然后去告诉大家说 我们怎么样去用敏捷 来去做一个AI客服 特别是AI这东西 当时很热门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而且最难 就是他需求不清楚 所以需求不清楚的话 我只要写一个 这个想法说明书 想法说明书的话 其实这个没有在PMP文件里面 这是一个很敏捷的东西 就是列三个问答题 第一个Roger为什么 想要建立AI客服 那第二个Roger第一次 想要建立什么样的AI客服 那第三个Roger想要 如何建立AI客服 从这个黄金圈理论 why how what 三个问题回答下来 那回答下来的话 我就给我周遭一些AI的专家看 然后他们看的话 第一个看了之后跟我说 Roger老师 你这个东西需要两百万 我说怎么可能那么贵 我觉得他在捕捞 那第二个我就给我 很信任的学生 他是资讯背景 他也跟我说Roger老师 你这个要买主机 然后要开发 要请一群专家来开发 这个也是需要两百万 第二个你跟我讲两百万 你就吓一跳了 因为第二个我非常熟 觉得他一定不会对我说谎 然后接下来 再给第三个专家看 第三个专家 他是资安的加密专家 他对他的交情 就好像好朋友一样 他还跟我说 也是需要两百万 我这时候真的相信 有原来真的是需要两百万 可是在他们的估价模式 他们还是停留在传统的 专案管理的模式 就是从我们要去建造 然后开发测试 像刚刚家人家人讲了 这样一层一层层上去 你需要半年的时间 然后你需要一堆人力 来去堆叠起来 他们不是周敏捷的 所以当然是需要两百万 然后接下来的话 那个我就开始去 后来我就在我的CEO的CSM 找到一个很好的学生 他叫张又铭 他是群创光电的处长 然后他就志愿来 帮我们来开发这个系统 虽然说志愿的话 但是他在这里面 他还是有收费 如果说他收费是非常的公道 就是不赚钱的意思 因为他们本身也在做AI 所以想要去借我这个系统 向我来学习敏捷 而且也学习敏捷 怎么样去运作 然后我们敏捷里面 会有五个事件 然后四个会议 这里面就不讲了 但是我们就全部 按照这里面的话 去运作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审查会议 那审查会议是什么 就是每周一个周期 我们在这个周期里面的话 我们一定要一个产出 一个可用的产品 我们叫做增量 然后第一个周期的话 我们实在做不出来 所以做不出来 所以第一个周期就失败了 失败没有原因 没有关系 我们在敏捷里面的话 我们在失败的时候 我们会在retrospective的时候 去讨论一下 我们为什么失败 于是我们就把失败原因 再把它纠正 然后第二周期就做出MVP了 就开始就可以丢到学员群 主让他们去适用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其中一个关键的角色是PO 那在老师在学习敏捷过程上 其实我都亲自去当PO 我算是非常出色的PO 所以我只要当到PO 那个专案的话都会如期如品质 然后如价值的完成 最典型就是我翻译一本PingBug V6 那本是我带100位之工翻译的 短短三个月之内 然后总共有100个人 然后分10个团队 然后翻译出一本零瑕疵的PingBug 那这本书高达到800页 但是我们在上市之后的话 经过一年之内 一年之后的话 都没有收到半张学员的看物表 那在这个PO里面的话 是我们公司的主任 就是唐玲 然后他在这里面的话 他是真的客户代表 很多公司他没有办法做到 把客户拉进来 Scrumb Team里面 我们让真的客户代表 进去Scrumb Team 然后让他跟群创光电的人 一起来去Core Work 所以他就定期去写一些产品的需求 我们叫PBI 然后去每天跟开发团队一起工作 那一起工作不是在相同的会议室 而是在群组 所以LINE群组假设有不懂的地方 他们可以很快的去Zoom 视讯会议 或是很快的双向LINE沟通 都可以计算去解决问题 然后在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五的时候 在下班前 他们会去开一个Spring Review 那Spring Review就像这样 我们会把我们的开发出来的产品 就是残宏刚那个AI客服 给所有的利害关线 他们实际来用 那去给硬件 然后它的分数 最终分数是8.8分 可是从一早期的时候 分数只有3分 然后到4分 到5分 6分 7分 8分 到8.8分 我们只花了8个礼拜 就是因为我们用敏捷 这样一个波段一个波段 每个周期就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要产生一个版本 让利害关线来使用 然后利害关线用完没问题之后 我们就直接不管好不好 我们就直接发给超众的学员 让他们实际来使用 然后那你问我说 那老师我学了CSM 我要怎么样来用它来去跑敏捷 首先你现在开始你的专案的时候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 我们叫做产品代办清单 这是由PO来撰写 然后撰写完之后 接下来的话 你就把设定你的一个 可产生增量的一个周期 因为它是一个轻薄短小的产品 所以它不用说一个月 一个月才产生一个增量 它一个礼拜就可以产生增量 所以我们就设定一个礼拜是一个周期 然后接下来你在这个一个礼拜之内的话 你就开CSM的那四个事件 就是规划会议 每日战役会议 然后Spring Review 然后跟Retrospective 这样 那你就要在这个流程里面的话 你就已经做到了敏捷的精神 我们叫做CSM的经验主义 就是你把事情 你把产品把它透明化 过程把它透明化 然后结果我们可以来检查 然后再来去调整未来的一个产品跟方法 那这个就是里面的需求 那这个常常客服大概需求大概有八十几个吧 就是里面的功能有八十几个 然后这是他们在开Zoom的过程 然后会找我们的利害关系人进来 其实利害关系人就是一些比较热心的学员 他们进来来当Zoom的志工 来去给予回馈 那你看最后 最后他们 他们这边会给分数7.5 这已经是最后的一个阶段了 那Scrump的结论的部分的话 就是当时我们碰到的挑战 就是当时我们只有AI的3.5 我们知道GPT有3.5跟4.0 那3.5的话相对笨很多 那4.0的话就聪明很多 后来他就开放4.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用4.0 所以现在AI就很聪明 我举个例子 你跟他说我确诊了 我可以去考试吗 那3.5会告诉你说 你确诊了 你不要 你确诊了 那你不要出门 他是这样讲 然后也不要参加去参加考试 可是4.0的话 他像人一样给你安抚一下 你确诊了 那让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要多吃药 那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先安抚一下 那安抚差不多之后的话 其实再告诉你说 正确的SOP是什么 这3.5跟4.0的差别 然后再来第二个 Scrump运作不熟悉 所以在那次运作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就是群创光电 开发团队 他们就觉得说 哇原来Scrump这么有威力 就里面的工程师 居然说 他们很多的自费跑去上 从台南跑到台北去上课 上CSM 他们想说 很有一个 很有 很有 企图性 想要把真正Scrump 把它学会 所以在Scrump的话 看起来 它虽然只有两天的课 可是它在里面的话 它却是属于 可以灌输你一个正确的观念 那这个两天的课 跟P&P的敏捷的课程 深度比较起来怎么样 我只能这样讲 各位把P&P想象成Benz 宾市 然后宾市如果卖手表 你买不买 你一定不买 因为宾市出汽车很有名 好 那你会买谁出的手表 你会买Kartier 你会买劳力士出的手表 因为他们专门在出手表的 那现在敏捷也是一样 P&P本身是做专案管理出身了 然后后来跨升到敏捷 所以它的敏捷 敏捷的知名度跟完整度 还有一个可用度 就没有像Scrumb Alliance那么高 那Scrumb Alliance就很像是 它专门在做敏捷的 它是全世界的龙头地位 知名品牌 而且它还有所谓的市占率 市占率是属于全世界最大的 这都影响到你未来 拿到这张证照的可用性 什么叫可用性 可用性就是你的年薪会值多少钱 P&P我们知道说 你跟没有P&P的专案经理的年薪会差10万 那CSM的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165家公司的总经理 成为CSM了 那未来你到他们公司当Scrumb Master 或当专案经理 你觉得他会不会看中你的CSM 你觉得他会不会因为你是CSM而给你加薪 所以其实答案是相当明显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就是CSM对于你的一个价值 好 那其中我还需要跟大家讲一下 有关于说在这次合作部分的话 我们选了一个T&M的合约 那什么叫T&M的合约 以前的话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价格 比如说我们原本预算是100万 把这100万把它用完 但没有我们就每个Sprint就付他一笔钱 每个Sprint就付他一笔钱 所以付到后来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只付了30万而已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属于T&M的合约 那T&M的合约的话 这样我们的一个开发团队 他们才会支持我们欢迎变更 要不然你这个做敏捷而遥遥无期 永远都没有结安的一天 那他们就会一直反抗 可是因为我把它变成T&M的合约 所以这个每次在一个小周期结束之后的话 这个开发团队总是很兴奋的说 这个Roger老师我们下一个Sprint要做什么 下一个Sprint要做什么 你有什么期望 OK 我说我都已经全部授权给PO了 你去问PO吧 好的 好 那以上是老师对于说敏捷实作的一个开发 那虽然我本身不是IT背景 我还是可以把这样的IT专案的话 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敏捷的思维 那各位拿到P&P之后的话 各位也是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把专案惯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很多人的话就很苦恼 因为他没有那个环境 然后你要怎么样把P&P的敏捷 用在你的一个工作环境上 这里面更大苦恼 因为里面gap是很大的 所以在P&P要不要学CSN的部分的话 我建议你从几个方向来思考 第一个方向就是 你在P&P学的敏捷的话 是绝对不够的 这老师很中文可能跟你说 因为像我刚跟你说的 他就好像宾室在卖手表 所以真正的龙头的话是 Scrumb Alliance 而CSN那张证书 它的分量的话 相等于P&P的分量 在台湾 在台湾还没有 趋势还没有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P&P跟CSN的年薪两个是一样多的 甚至CSN年薪还比较高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你要怎么样用CSN用在你的工作上 像我说的 你拿到证书的话 你就开始有 有信心了 你对敏捷 你可以是一个专家 开始写P&P 然后定出一个 团队可做的一个 可做出 增量的一个周期 然后接下来的话 开里面的四个会议 这样就可以定期做出产品 然后接下来的话 第三个是你可以 第三个是 专家进你要不要来学习CSN 这是很多人问 其实CSN你可以学到的就是教练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教练的一个证兆 所以假设你来学教练 他会告诉你说什么叫普人师领导 那什么叫敏捷 那你在公司只是传统的专案管理的话 你可以用普人师领导 可是你公司开始慢慢转型为 混合式 你就可以用到敏捷 然后跟这个专案管理 可是当你公司要真正转型为 敏捷的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百分之百用到 你学到的CSN 所以这是这三个点是 老师诚恳推荐你 可以来上CSN的原因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我好想让你做的事 那我好想让你做的事 我好想让你做的事 那么想让你做的事